2019年7月22日 我国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因一致无效 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李鹏同志在中国政坛从政几十年 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无产节及格命家 在主持经济工作和卫生工作期间 为国家做出了许多十分突出的贡献 同时 李鹏同志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 在他的总理任期间 在坚定贯彻党中央路线与推进各项计划建设方面 都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十分满意的答卷 而不为人知的是 李鹏同志不仅仅是自己身居高位 甚至他的三个子女 也在国家的各个领域发光发热 成为了国家的中流砥柱 那么李鹏的三位子女 各自都是从事哪方面工作的 如今的他们又究竟官至何位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李鹏总理是我国第四任总理 在1988到1998这十年间 陪伴中国度过了改革开放下 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是一位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鞠躬至伟 尽心尽力的好总理 李鹏同志一生共育有三位子女 分别是长子李小鹏 次子李小勇 女儿李小林 他们分别在政界 军界 商界都收获了不俗的成绩 可以说都是李鹏总理 值得骄傲的孩子 他的长子李小鹏 1959年6月出生于四川成都 自小就受到了父母的熏陶 被父母寄予厚望 也是李鹏三个孩子里 唯一继承了他一波的人 1977年9月 停滞了十年之久的 中国大陆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李小鹏也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 但其实年岁也相差无几 1978年的高考 19岁的他顺利考上了华北电力学院 与附近李鹏当年一样 选择进入了电力专业进行学习 毕业后及参加工作 于加拿大曼尼土巴大学 进修回国后 出任国家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并于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1年10月 李小鹏进入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8年后成为华能集团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而公司的主营业务 当然是以电力产业为主 用现代化的设备与技术为轴 利用国内外资金 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大型发电厂的建设运作 华能集团多年来 一直是国内电力行业的标杆之一 创造了多项国内行业第一 和诸多里程碑式的大型工程 就比如 华能集团在中国首次引进了 60万千瓦的超零件发电机组 开发了火电厂烟气协同治理技术 这一技术后来在中国的环保改造工程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 解决了很多令人头痛的实际问题 2013年5月 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巴基斯坦时 提出了建立中巴经济走廊的想法 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巴在各个领域方面的合作 促进两国关系持续 健康 稳定的发展 而其中的首个重大能源项目 也是华能集团成建的 并且还创造了中国海外电力建设工程的最好记录 2001年12月 李小鹏进入国家电力公司 并在2006年进行了为其两个月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 学成后两年担任山西省常委 且于2013年1月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职务 李小鹏在山西省从政8年 有力地促进了山西省的经济 工业 文化 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在其岗位上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2016年8月 李小鹏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现今为交通运输部部长 党组书记 继续在我国的日常建设工作里一以生辉 李鹏的长女李小林 则与她的哥哥李小鹏不同 她小兄长两岁 虽然她也选择了电力专业 但是她在学术方面的成绩比起兄长则更为优异 李鹏总理常常教导子女们 做事要脚踏实地 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而她的子孙后代们 也是这样回应她的期望的 李小林1961年6月出生于北京 是清华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的高材生 在一届之隔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级 也做到了顺利毕业 同时 她还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EMBA访问学者 与高级工程师 199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小鹏在华能集团担任主要管理人员时 李小林也在相同领域的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但她更注重电力行业的发展 以及新能源的领域的开发与研讨 同时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CEO 2016年3月17日 思路规划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 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并且她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致力于整合政 产 学 研 用等方面的治理资源 李小林在这里担任了思路规划研究中心执行主席 在2007年到2019年间 李小林多次获得经济 环保 企业方面的诸多奖项 例如改革开放30年全国企业文化 杰出贡献人物 美国 时代周刊 全球50强女性 CEO 亚洲品牌 十大杰出女性 其中在2011年 李小林被美国财富 推选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 25位商界领袖之一 这也是我国唯一 在这份榜单之中入选的女性企业领导人 李小林历任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 如今则是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代理市长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非盈利性社会公益组织 旨在对于生命在各个阶段的关怀与救助 是我国民政部管辖下的大型公益组织之一 与各个姐姐们不同 李鹏总理的小儿子李小勇 则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没有选择从政或从商 而是选择了投身君武 李小勇是1963年9月6日出生的 据说刚开始起名字的时候 李鹏想给他起名字叫李小桃 用来纪念在八一南昌起义中 英勇就义的父亲李桃 但妻子朱林听了之后 去人表示了反对 认为这个名字 从中国人的习俗来看 犯了祖辈的忌讳 于是将名字改成了李小勇 1979年 李小勇参军入伍 在部队接受了几年的训练 也算是完成了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让爷爷的在天之灵予以安慰 不仅如此 李小勇的这份精神 后来也传达到了自己的后代那里 他的女儿叶丹丹 后来成为了运动场上的一颗小明珠 在体育和影视事业中都颇有造诣 在时运会的花样滑冰赛场上 叶丹丹和搭档索兵 在兵武规定五比赛中夺得第六名 有意思的是 叶丹丹的母亲叶小艳 是抗日战争时期 原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孙女 这可真是英雄与英雄的缘分 不过李鹏与朱林之间的爱情故事 也丝毫不输给自己的孩子 甚至更是令人现眼不已 就像李鹏的三位子女 想成为父母的骄傲一样 李鹏也想成为已故的烈士父亲 以及在生活上多次给予过他帮助的周总理 邓妈妈的骄傲 1957年 李鹏与朱林 在当年的吉林市政府的元旦晚会上出狱 朱林在晚会上的临时翻译工作 可谓是在李鹏心里留下了惊鸿一面 之后 李鹏在舞会上主动邀请了朱林跳舞 朱林也很大方地接受了他的邀约 两人自此相识 有意思的是 晚会散场后 朱林反而对李鹏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原因是 李鹏在散场的时候 并没有先去和苏联来的专家们握手 而是先找上了他 但之后 朱林还是被李鹏的礼貌和善意所打动 两人最终在1957年 确定了恋爱关系 并在李鹏的建议下 于次年春天 带着朱林去见了自己的母亲赵军桃 赵军桃对儿子带回来的这个儿媳妇很满意 经常给朱林讲一些从前和李鹏的革命故事 以及儿子李鹏的故事 渐渐地 朱林也对李鹏的过去认知得越来越清晰 明白了自己的确是做对了这次人生大事的选择 在长子李小鹏和长女李小林出生后 李鹏 朱林夫妻二人就悄然改变了对对方的称呼 以大鹏和大林相称 这也是为了与孩子们的名字区分开来 虽然简单 但其中所蕴含的家庭与爱情的重量却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土地革命时期 李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参与领导军事斗争的先驱之一 1931年6月 李陶担任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 工作是领导海口的武装斗争 但却因为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被捕后 李陶为了不连累家人 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硕勋 同年9月5日在海口英勇就义 年仅27岁 此时的李鹏才只有3岁 跟着母亲赵军桃成为了一名烈士遗孤 李鹏的童年时期 虽然也算是平安顺遂 但却生活辛苦 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 经常来看望他们这些烈士遗孤 并从生活上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关照 所以对待周总理和邓颖超 尤其是在对待邓颖超的称呼上 李鹏和其他许多烈士遗孤一样都喊他邓妈妈 所以其实李鹏的学习 工作与从政生涯上 是背负了许多期望的 不论是从容就义的父亲李陶 还是含辛茹苦养大自己的母亲赵军桃 亦或是频频关心他的周总理邓妈妈 也让李鹏无时无刻都在努力鞭策自己 更加向上 时光流转 在邓颖超临终前 李鹏和朱林也是他最后见到的人 他和周总理一生无后 将自己全部的年华和岁月 都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 几乎没有什么多余财产 所得尽数都还给了养育自己的祖国 李鹏在多年的从政生涯中 在记事起知晓父亲世纪的一刻 在送别周总理邓妈妈的那一刻 在亲自告别母亲那一刻 他所做的努力 或许都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他们的骄傲 而这种心情无论对错 是出于国家和民族 赋予每个人的责任感 也是他作为一个人来说 光辉性格的最好显现 对于李鹏同志与其家人 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屏幕前的你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